大家好 我是 Tim哥 今天這隻就讓大家跟著我去 開箱我的美食地圖 我自己很喜歡吃臭豆腐 那我今天想要去吃的是 脆皮臭豆腐 為什麼呢 因為我中午不能吃 我吃到會落塞 就想看你落塞 那你給我下車 這裡有沒有目的地 我就算在這裡 安居街78號 這家很厲害就對了 很多明星都去吃的 可是你不是明星啊 我是看了明星以後我才去吃 我素人啊 可以 可以嗎 看之前 按讚訂閱和分享 小鈴鐺打開 你看 我的手表會一樣 它叫我左轉 而且它會震動 就是它有一個大的腰彎的時候 Apple Watch會震動一下 我是用Apple CarPlay 你看Apple Maps竟然有 側速照相 這裡啊 黃黃的 我們等一下看 等一下看那邊是不是有側速照相 原來Apple Max 有側速照相 有側速照相 這是他們最近更新的功能 我確定真的有 你有沒有聽到 我這邊有裝 有側速照相 有沒有 有側速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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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哇 哇 哇 你還開了你的天窗 享受在車上吃東西 要享受一點 可是老闆 你這樣 車上會不會有味道 畢竟你新車 然後我有一些廠商朋友 都有送了我一些 新車成交禮 他們覺得你新車需要有這些東西 對 對 而且其實你從你剛剛一上車 他就一直在你的旁邊 真假 認真 真的 哪一個東西 空氣清淨機 車用隨身版 既然他是車用空氣清淨機 如果我們在抽臭的人 他直接幫我們抽臭 而且這麼小一個 他剛好試用三瓶 我車上幾瓶 因為不知道什麼 當然啊 所以我車子是不是 很適合用 絕對夠用 絕對夠用 所以你看 他還可以放在我的杯架上 對啊 我就想說 因為你這是放飲料杯的杯架 他說這個是保溫瓶 他叫Ether空氣清淨機 這個設計很簡約 有沒有 我剛說他是鋁合金 所以跟MacBook的材質是一樣的 極簡設計 沒錯 很簡單 而且他這邊有個Micro USB 有沒有 這邊就是插上去就可以使用 車上如果你有點驗器的話 你點驗器不是只有那種車充嗎 就可以直接使用 然後或者是 像我自己回到家 我是拿行動電源 然後加上去也可以 而且你看上面 這邊是有個開關 對 他一共有三段的風力 然後你按下去以後 就是第一段風力 他有三個顏色 我選的銀色是因為 我想要搭配我的車子內裝 這是一段 有沒有很安靜 好來 兩段 三段 最強 三段 這三段 這個是 風聲最大的 再來 它的過濾 它是可以把空氣的懸浮為力 還有異味 像我在車上吃這個什麼 臭豆腐就可以使用了 不然車上瀰漫著一股臭味 我跟你講 你窗戶也要打開 它才會慢慢散去 但老實說 常常在車上吃東西 多少少還是會幹嘛 掉一些食物的殘渣 然後不小心載到車子 如果我們沒有馬上去把它清理化的話 完蛋了 食物的味道 也會呈留在上面 尤其是我這台吃的是什麼 新車 絕對不能接受發生這種事情 所以我現在就用這一台 直接來快速消除異味 可是我覺得現在還是有個味道 什麼味道 新車的味道嗎 不是 老人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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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講你現在給我下車 你想幫我自己回公司 這個你也不要吃 你走開 好人味 好人味 臭死了 我剛剛講到哪了 剛剛實在太憤怒了 我講到哪裡 你講到它過濾空氣跟臭味嗎 對對對 我跟你講現在空氣品質 你知道怎樣 有時候是不是非常差 那前一陣子 還有大陸的霧霾一些影響 有沒有 天氣看起來 現在都是灰蒙蒙霧 霧茫茫一片 有沒有 這個時候擁有一個空氣清淨機 就非常重要 他們是業界 第一批拿到SGS 瑞士官方頒發的 輕淨機效能徽章的廠商 這件事情非常重要 你知道為什麼 它在包裝上面 還有貼紙徽章 一直都跟我講說 就這 就它 非常自豪就對了 超級自豪 那個濾網的地方 它其實也非常好拆卸使用 在哪你知道嗎 順時針轉一下 你們看 我轉了對不對 就可以把它拆開來了 拆開來以後 你可以看到它濾網位置 基本上 它會先附一個這個 這是什麼 不鏽鋼濾網 你可以過濾過敏原 讓我養寵物的寵物毛髮 另外 這不鏽鋼 是不用替換的 你知道要幹嘛 這樣 拆開 沖洗一下 放回來 但記得要晾乾 就可以使用了 但是 如果你很在意的話 像我自己額外 是有多 選購了一個這個 這個濾網 你可以額外選購 它是過濾PM2.5的靜電濾網 它不能共用 所以你只能擇一使用 比如說你現在要放上這個 PM2.5的靜電濾網 專門過濾一些細微的粉塵 它沒有辦法像不鏽鋼可以去做清洗 你要定時去做更換 但真正厲害的時候 其實這兩個濾網 它都只是初級的濾網 它目的其實是用來保護機器裡面 真正清除什麼 過敏原的紫外光加3D光的化學濾網 其實這才是最重要的 它是一層又一層的 重點是它還是Main in Taiwan 所以我現在把它放在車上使用 然後如果我去上班 然後我就帶進公司 回家就把它放到我工作間 那你拿廚房使用 它可以消除廚房的油煙味 那你那個朋友還不錯耶 他送你一個 你現在就是新車必備的東西 對啊 我跟你講剛好搭配我的新車 所以為了感謝他 有興趣的朋友 到他們的實體店面去 體驗一下 去看一下好不好 那個後製 幫我把地址放上來 總之這些是我以前在車上不會看到的東西 但我現在換了新車以後 就會開始來使用 然後我覺得不錯的 我就想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你真的很愛這台車耶 聽說你還為了這台車去買什麼防重條 對你知道 因為我們家的那個停車位 格子實在是太小了 而且旁邊還有一個水管 那我很怕我那個水管 撞到我的那個後照鏡 唉 我跟你講 講了這麼多 我該防護的 該用的 我都做了 所以我決定要幹嘛 你知道嗎 我要吃超豆腐的 講那麼多 來開吃了 來開吃了 開了 決定來開個兩段 不管它 我先 先放這 唉 喝了 喝了 我跟你講 這種臭豆腐怎麼吃 你知道嗎 這個泡菜啊 加一點在裡面 你看我剛剛廢話了 快半個小時了 對不對 這脆皮臭豆腐 它的脆度還有 而且啊 我最喜歡他們先挖一個洞 他把那個蒜泥啊 都先放進到裡面去 這家呢 這個地址 我就放到資訊欄位好不好 大家想要吃的話呢 去知心欄位 我現在呢 買了新車以後 我的美食地圖 會一家一家 公愷拉開 完了 那你這個車子真的是 五位會五位雜誠 放心啊 有它 有它在你不怕 哈哈 我不怕啦 下次見 拜拜 來 我跟你講我們現在要回去了對不對 對 各位 什麼叫美食地圖 就是回去的時候呢 要吃甜點 所以呢 我們現在要去吃一家 這個 一定要去吃的 它叫滿月甜甜圈 然後呢 在我們回去的路途上 會經過 所以我現在呢 就要去 買來 請給 請員工吃啊 因為剛剛偷吃的臭豆腐 不好意思啦 不好意思啦 那就 那個 天天去大家一起吃好了 好不好 我們買了 三個巧克力 三個焦糖 好 兩個起司 一個原味 這是焦糖 所以看到這很好吃好不好 哇 這給誰 給 後製 焦糖你 你自己打碼 來 焦糖 我沒有拍它 怎樣 焦糖 給你吃的啊 給我吃的 嗯 要我幫忙嗎 哈哈哈哈 你吃 你吃你就知道了 那你是能幹嘛 好 先這樣 鎖定Tim哥美食地圖